两位领导人除了见面握手进行双边会谈之外 还签署了共同文件 而后川普总统举行了一个多小时的记者会 表示他相信金正恩要无核化 并且提到他跟金正恩可能会互访平壤和白宫 我们下面就邀请在新加坡采访本次峰会的记者 美国之音记者黄耀义 来为您报道详细的情况 耀义 诶 玉文你好 是的 今天我们看到了川普总统 他们早上在八点多的时候 双方的车队进入圣逃杀 当时所有的媒体都非常的警戒 看到川普总统他们走出来的时候 原本的神情是很严肃的 但是后我们看到在九点钟的时候 川普总统以及金正恩两个人走出来会面握手的时候 却是神情十分的轻松跟愉快 那么之后他们进行了大约有三个小时 包括两个人单独的会谈 只是两个人自己只带着翻译私下的会谈 那么在接下来又是由双方的官员 一起加入做这个工作会谈 以及后来的工作午餐 工作午餐之后呢 川普总统还跟金正恩出来 小小散步了一下 那么在散步的时候呢 他也告诉媒体说 他一定会邀请金正恩来访白宫 那么之后呢 就签署了一个刚才您所提到的 所谓的共同文件 那在共同文件当中呢 就提到了所谓的无核化的这个部分 然后之后呢 川普总统在下午四点多的时候 出来举行了一个多小时 一小时有五分钟的一个国际记者会 那么在上面呢 受到了很多各方记者的质疑 想要了解一下 为什么他这一次决定 直接跟金正恩会面 而不是先透过外交途径 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协议之后 再做首脑的会面 那以及他们签的这个文件当中 到底包含哪些重要 而且是能够有约束性的一些的条文 那么川普总统也分别做出了一些回应 那么在今天呢 我们在新加坡的现场 也请到了一个特别来宾 一位专家来为我们进行分析 他就是华府国际顾问公司的资深顾问 方恩格先生您好 你好 是 那么很高兴方先生今天来到现场 来为我们回答一些问题 那么首先呢 我带回他第一个问题 请教方先生呢 就是这个川普总统在记者会上呢 今天他就提到了 大家最关注的就是朝鲜半岛 无核化的这个话题 我们先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在记者会上 关于无核化 他怎么说的 因为没有时间 我在这里只停留一天 双方在一起经历了许多个紧张激烈的小时 但是过程不会发生 如果他们没有开始 我会感到吃惊的 他们已经开始了 他们炸毁了核实验场 但是金正恩在来之前就清楚 这不是什么惊喜 好像我们从来没有磋商过 我们讨论过 蓬佩奥与朝鲜官员进行过强硬谈判 如果他们不同意 我是不会签署协议的 在今天的这个记者会上 川普总统是也被记者问到是说呢 之前不是一直强调说 所谓的一个完整的 不可逆转的 可以被核实的这个无核化 一定要达成协议 那在今天的这个 所谓签的这个文件 而且这个文件本身的法律效力 还不是很确定的情况之下 连这样子的文件里面 都没有包含这么明确的说法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么川普总统只是说呢 因为我们今天时间很短 我们没有办法把那么多东西 包括整个这个不可逆转 等等的东西 写在这份文件当中 所以川普总统今天针对这个事情 是这样子回答的 那我就想请教一下方恩格先生 就是说川普总统之前 有这么多强硬的说法 所谓的无核化 有这么多的条件 为什么今天川纪会的结果出来 我们却没有看到这些条件 被明确的列出来呢 美国的立场没有变 所以川普总统还是强调有这个CVID 这个完全没有改变 但是川普总统今天就你刚刚提到 只有半天跟金正恩开会 那开会之后 这么快能发布这个共同文件 其实已经算很大的成就 在今天的记者会上呢 除了这个无核化的问题之外 川普总统也被问到另外一个 是大家都很关注的话题 就是人权的议题 因为之前呢 我们记得美国的人质 被放回来的时候呢 因为这个脑死 后来也不幸的 在美国就议的时候 就已经不治身亡了 那也包括在朝鲜本身 也有很多人权的状况 我们先看一下川普总统 今天在记者会上 针对人权问题 他怎么回答的 金正恩非常有才华 26岁接管了那个局面 能够管理下来 强势管理 我没有说他人好 或是其他什么 很少有人在那个年纪 能够做到 大概万分之一吧 奥托·瓦姆比尔非常特殊 会在我生命中存在很长时间 他的父母是我的好朋友 我认为 没有瓦姆比尔 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从那一天开始 就发生了一些事 发生在他身上的事 是可怕的 是残忍的 但很多人开始关注发生了什么 包括朝鲜 我确实认为 奥托没有白白死去 川普总统刚讲的是 这个美国大学生 奥托被放回来之后 就过世这个不幸的消息 那么当时 他是非常的气愤 而且是怒骂这个金正恩 但是在今天 见了金正恩之后 他却称赞 他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 还说 他本人跟金正恩 建立了一个 非常特殊的情谊的关系 那么今天在记者会上 就有记者问到川普总统 说除了美国人质之外 朝鲜的人群中 状况也是非常恶劣的 那川普总统 为什么没有在这个文件当中 强调这个部分 或者是说 就突然间跟金正恩的关系 变得这么良好 我就想请问一下方恩格先生 这个人权问题 不管是美国的人质 或者是朝鲜人的人权状况 是否应该列入考量呢 我们都知道人权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 不管是美国讲什么国家 因为美国的国务情 每年都会出这个人权的报告 常常批评别国家对人权的政策 那也会受到其他国家对美国的批评 但是今天的会议 最重要的话题就是这个无核化 对不对 所以川普 他说得很清楚 人权还是在美国的政策中间 我们没有忘了这个东西 那除了总统之外 还有国会议员 国务卿蓬佩奥 他们也是很忠实这个人权的问题 所以我想 不管是短期或中期或长期 北韩政策 还是会包含这个人权的议题 但是因为今天的focus 还是在于这个无核化 川普总统今天在记者会上呢 他也自己讲了 刚才我也先提到过了 他在跟金正恩吃完这个工作 午餐之后出来告诉记者说呢 他一定会请金正恩到白宫来拜访 那么今天这个记者也问到说 那他是否也考虑出访评让 川普总统在记者会上呢 也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先看一下川普总统怎么说 在某个时候我会访问朝鲜 我说过 我非常期待在适当的时候这样做 我也会邀请金主席 在适当时候访问白宫 我认为这会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他接受了邀请 我说过是适当的时候 我们希望进一步深入一点 我们今天所签署的 其中包括了很多内容 也有一些没有囊括的内容 我以前也经历过 我们在协议中没有包括一些内容 因为我们没有时间 那我们刚刚听到就是川普总统讲说呢 他的确在进行之内 他就愿意去平壤 那也会请金正恩来访白宫 我就想请一下方恩格先 这是对一般来讲 一个民主国家的总统去拜访 一个这个专制国家的首都 好像不是很寻常的事情 甚至你邀请一个独裁者 而且他手上有这么多血腥的人命 然后他也杀了美国人 让他到白宫去拜访 是否不恰当呢 其实已经有很多潜力 尤其是在冷战的时候 美国总统会出发 就是比较没有人权和民主的国家 没有人权民主国家的元首 也会摆放美国 甚至会摆放白宫 其实这个是进行外交正式 是不能避免的事情 但是总统去不去北韩 或金正恩去白宫 其实我觉得已经不是一个重点 因为今天就已经是理事性的突破 所以还是会有很多机会 在不同的场合见面 比如说联合国的年度的会议 或其他的国际组织 也有机会见个面 所以总统去或金正恩来美国 其实我觉得不是一个重点 是 我最后再请教您一个问题 川普总统今天在谈话的时候 他不断地强调 他觉得金正恩好像很有诚意 那大家当然很质疑了 为什么我们可以这么相信金正恩 为什么川普总统对金正恩 这么有信心呢 川普他也是绝对他自己的 他个人的谈判的能力 又很有自信 对不对 所以他今天也再次强调 我是一个谈判的专家 从他做生意 之前做生意 后来当成我们美国总统 所以他自己判断 那以后会怎么样 当然我们今天不能说 但是以总统 川普总统的观念 他觉得今天 至少是今天金正恩是有诚意的 是的 好的 谢谢方恩先接二美国今天的采访 那最后就想跟郁文再讲一下 就是说呢 接下来这个川普总统 他当然还有很多的行程 他接下来就要回到美国了 那么他在回到美国之前 他在记者会上也说了 他对刚才我们说 他对金正恩的有信心 他甚至今天在记者会上 他说呢 金正恩现在正在飞回平壤的路上 他一回到平壤 就会马上进行无核化 而且呢也会拆除这个 对美国有威胁的导弹的基地 那么到底是说 为什么川普总统对他这么有信心 川普总统说呢 因为他这个制裁也一时之间是不会放松的 他先看到这个核武器的项目 对美国不再会有威胁 他才会决定要放松制裁 不过呢 他也承认 之前他认为说 这些无核化呢 必须要一步登天 马上做到 但是今天他也说了 他说其实根据这种科技的这个 上面的难题 有些技术 你已经成熟之后 你不可能马上将它销毁 但是只要一旦动手的话呢 能够看到成果 川普总统就会考虑 来放松对朝鲜的制裁 郁文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记者黄耀毅 在新加坡为我们所做的报导 同时也感谢方安格先生 为我们所做的分析 好的 那我们第二天看到